台湾人口加速老化 因法族照顧需求增加 走一圈建財展 就能看到国内外大厂 都相继推出友善长者的设备 除了常见的卫浴之外 家用电梯也吸引不少 孝子孝女的目光 家中装电梯 不是为了增加派头 而是子女的一份心意 这样的想法在台湾逐渐兴起 但对于迈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来说 已经算是必需品 想要在既有住宅中 加装电梯 最怕动到建筑结构 不过现在有一体成型的 无机坑电梯 能解决空间问题 可能你挖下机坑的时候 下面就会碰到 有的时候地梁 有的时候基础的基座 或者是有的时候下面是画分池 你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装电梯 除了硬体设备要好 软体服务也得兼顾 故障或者是官人的时候 我们电梯会自动发简讯 通知我们的保养人员 通知我们的监控中心 还有通知你们的家人 自动通报系统化被动为主动 让静孝心的儿女更放心 毕竟银色浪潮来袭 掌握家中长辈的不安不便 背后就是上兆元的商机 记者胡锡心 谢耀珍台北报道 感谢耀珍台北报道